港星马国民过去曾与女性黄欣宇交往 不过黄欣宇被爆出 插足徐志安郑秀文的婚姻时 马国民并未发声听女方说话 也多次称双方只是朋友 暗示两人已经分手 所有马国民在2020年 被拍到和女性汤洛文牵手 两人也大方认爱 如今已经谈婚论嫁 预计在今年12月半婚礼 日前马国民遵循传统仪式 到女方家过大礼 只见他送上多套纯金打造的饰品 包括龙凤卓 项链 手链 茶壶 小租金牌等 其他喜品 寿涛 水果等 更是摆满了桌子 看起来相当壮观 而汤洛文也笑称自己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到 好像流星垂的龙凤卓 逐渐男友的满满诚意 并甜蜜直呼谢谢马先生的疼爱 电文以来不少明星好友留言直呼好夸张 连照片都装不下了 观世过大礼啊